在很多人的眼中,霍尔金娜是一个奇迹。 96年奥运会的横空出世,让所有看过他比赛的人都在记忆里留下了这个金发女孩的印记。 而现在在俄罗斯,演员霍尔金娜也许比体操选手霍尔金娜名声更大。 很多不喜欢体操,不爱好体育的人,正是通过话剧认识了他。 去年底,由霍尔金娜担任女主角的话剧《华利尔斯》,在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公演并引起轰动。 此外,这个具有该等学历的金发女孩,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社会活动家。 出过书的霍尔金娜,竞选过俄罗斯青年党的领袖,甚至还传出她将竞选俄罗斯总统的消息。 种种现象显示出,她虽然是体操选手,却仿佛与竞技体育无瓜的。 但是,霍尔金娜的生命还是属于体操的,美国市仅在,体操天使再度降营人间。 尽管霍尔金娜的动作难度并非惊世骇俗,但她的韵味和艺术感觉已经无人能敌。 当冰蝴蝶翩翩起舞时,这是一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的舞者。 场上的一收一放,甚至于一贫一笑,都让所有的看客消魂欲罪,心甘情愿地成为天使美丽的俘虏。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,霍尔金娜的身体条件并不适合练体操。 在最初,她甚至被教练判定为个子太高,永远无法成为一位优秀的体操选手。 在这种矛盾的挤压下,霍尔金娜自成一谷,形成独一无二的体操风格,容优雅与不羁于一身。 热情和冷漠所为一体。 在赛场上,这位俄罗斯人举手投足,都仿佛不是来参加比赛,而是登台表演。 观众的心也随着她恶魔多姿的舞蹈,清零舒展地跳跃,而屏息名神。 站在领奖台上的霍尔金娜,有一种女皇般的感觉。 这种感觉,来自她体操生涯的辉煌战绩。 三十次的个人冠军,是她成为了继罗马尼亚名将科马内奇之后,又一位举世公认的体操女皇。 但岁月不饶人,现在,她将带着这些荣誉,永远地离开世界赛的赛场。 似曾相识,燕归来,无可奈何,花落去。 此情此景,怎不让她,善然泪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華ables Vader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